世界上最优雅的女人 鲍黛丽贺本1993年去世 葬礼上 世界著名设计师纪范希作为台观者 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纪范希的一生都在倾其所有守护着贺本 1953年 贺本和纪范希初次见面 当时的贺本还是个小演员 为了挑选龙凤佩的服装登门拜访纪范希 纪范希的优雅设计与贺本的高贵气质 珠联碧合相得一张 两人一拍即合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盛 却人见无数 从那以后 24岁的贺本和26岁的纪范希便结下了固件之缘 然而故事总是带有遗憾 贺本穿着纪范希设计的服装拿下了奥斯卡奖 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家族人服 纪范希的第一款香水专为贺本调制 这款名为荆棘的香水在贺本使用了三年之后才上市 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两人年老后 只有纪范希仍寸步不离地守护在贺本的身边 他说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贺本冰重时想回瑞士孤生诞节 纪范希就从四处找人为他借来了私人飞机 并在飞机里铺满了贺本最喜欢的花 看到鲜花的那一瞬间 贺本的眼泪忍不住落下 他问纪范希 你为什么知道我需要这些 纪范希回答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96年 纪范希结束了43年的职业生涯 就此隐退 2016年 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 现身是在贺本的纪念展上 89岁高龄的他在弥留之际出版了一本书 每一页都是为贺本设计的衣服 每一个女孩都是贺本的模样 庶名交给奥黛丽戴扎爱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成就无数 却受在贺本身边终身畏曲 他让世人看到了另一种真挚的感情 我爱你 你随意 也住屏幕前的 你能遇到像澳大利贺本一样真挚的爱情 关注我 让你什么都知道